非常非常开心喔 今天来到这里 然后要来分享我们很有意思的 今年第二年举办的这个无限影展 那我们的影展名称叫做无限 我觉得这个名字真的取得太美了 所以其实我觉得人生是无限的 然后人的生命是无限的 人的成就也可以是无限的 这一次无限影展 跟您过往规划的这个一些独立影展 有什么不一样 这一次呢我们很大的一个重点是 是在我们的观众 是哦 怎么说这好特别哦 对对对就是我们非常care 我们的观众在看这些影片的时候 他们的想法他们的感受 所以不只是说主题跟这个身心障碍有关 我们会非常非常的在意 就是说这些影片对于 这些身心障碍的朋友 他们看完之后的 就是能够在生活里面有影响 或是有感变什么 所以我们这次影展的规划就是会 因为很在意观众的回馈嘛 所以我们其实在影展的过程当中 安排了非常多的这个应后座谈 还是什么对不对 对我们有安排了三场 然后就分别邀请了这个 这个自闭症跟这个疼症 还有这个第三场是 一起摸黑去旅行 然后就刚好回应到今年的整个影展的主轴 就是新旅行 那我们会希望说把每部影片 其实你在看电影的时候 那个整个心情是感性的 然后是笼统的 然后可是 可能是非常强烈 可是无以名状 可是透过这个应后座谈的时候 大家可以 把不一样的想法拿出来沟通分享 那可能是原来完全 对这件事情有不同想法的人 可以透过这个沟通过程 然后形成一种新的同理 然后在同理之中呢 形成一个新的彼此理解彼此尊重的一个共同体 其实这些你不用去学习啊 只要你发挥你的 你的关心 你的专注力 你的 观察 对 就是你自己有没有很细心 对 应该是这样讲 大家都有这个能力 对 是看你要不要 对 应该是这样讲的 我没有什么特别 我不认为我是一个很特别的人 当然我在这个旅程中 我也学到很多 是 是没有错的 然后再跟欣霆 或者跟刹成 一起去旅行的时候 我也看到很多 我平常不会看到 一起在这个电影的氛围中 然后再经过讨论 他 谈的课题会更清晰 encā 其實我很喜欢这一段 你知道吗 大家 可以听得出来那是什么样的地方吗 這個是新竹縣尖石鄉納羅部落 是我很喜歡去的地方 我幾乎每三個月一次 就是可以聽到聲音的溫度 對 所以大概就是這樣子 這是我準備的一些台灣跟國外的聲音 其實我看完小丑之後 自己的感覺是 可能我們就是無意間的一些 就是小事情會影響到人家 然後我也會 就是想說我以後在路上看到 人先不要帶有色眼光 主要也是我首先也擔心被他痛 就是因為有可能你對他不友善 或是他最後一根稻草 所以我就想說 大家就是可以更友善的去 面對這個世界這樣子 對 情人你分享的太好了給他掌聲鼓勵 好不好 對我來說 就是說他打開了 我對於電影 就是說是用看的 這件事情的一個很大的一個盲點 原來電影是可以 用各種各樣的方式去 跟自己的不同的感官 跟自己的生命經驗去結合 然後 對 每個人都是電影的創作者 那我也希望就是說 大家在看這些電影的時候呢 可以 同理 或者是可以打開想像 就是說 如果今天是一個以聽覺或是以觸覺 或是以嗅覺的角度來 看同樣一部電影 或者是來看同樣我們生活 每一天的平常的事情 搞不好我們就已經展開一趟全新的旅行 我覺得我們無限這兩個字 其實就是在告訴我們 不要再限制了 就是有的時候停下腳步想一想 就是我到底今天是限制了自己 還是限制了別人 其實有時候能夠停下來好好的思考 然後再去行動的時候 這個無限這件事情就會發生 然後世界的美好 世界文化的交流 然後不同人種不同個性 這樣的交流 它就會變得非常非常的美麗 然後最後就用一句話獻給大家 就是說在指牌人生裡面的 男主角說這一句話 Don't let anyone tell you it's impossible 不要讓任何人告訴你 這不可能 好 希望這句話送給大家 也祝福大家今天國慶日快樂 假日愉快 謝謝